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台空军前司令雷玉琪动用官兵资源为儿子操办婚事彩虹线 马英九震怒拍板将其调职 雷玉琪实施公司不办 就是他才能提现 公器私用 陈水扁家族被列为典型 台考试机构负责人关中感叹公司不分害人 公务员究竟该如何恪守本分 本栏目专访台湾时事评论员黄创夏为您带来独家观察 台高院更审公务纪要费案 陈水扁出庭庄雅 台海资讯前沿 两岸独家试点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由盼盼食品独家居民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是韩哲 今天晚间有我在福州和在台北演播室的驻台观察员张磊 我们一起为大家带来海峡两岸的新鲜资讯 张磊你好 韩哲你好 我是张磊 在台北驻东南卫视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好的 我们先带您来关注新闻 台空军司令今天举办交接典礼 因为动员官兵筹办儿子的婚礼 原台空军司令雷玉琪调任台军副参谋总长 虽然是职务平调 但实际上却是有降值的味道 而据台湾媒体透露 在雷玉琪儿子的所谓婚礼作战手册曝光之后 让马英九简直是无法忍耐 亲自拍板拔掉雷玉琪的司令职务 低调举办交接典礼 台空军士兵把媒体隔在门外 刚卸任台空军司令的雷玉琪和新任空军司令严明 并肩走出礼堂 将尖交的台军所谓总长林振仪送上车 雷玉琪大张旗鼓为儿子筹办婚礼 极可媲美所谓汉光演习 事件曝光后 雷玉琪火速遭到撤换 从台空军司令平调到台军所谓副总长 却有暗将的味道 据了解此番人事调整是马英九亲自拍板 马英九虽然没有说话 但据悉原先传出台军有意让雷玉琪本人不群处分 但马英九六号上午亲自约见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高华柱 要求台军必须从严从快彻底检讨 中午集核定雷玉琪人事案 雷玉琪从道歉到职务遭调整不到24小时 其实台军方婚礼讲究排场 雷玉琪不是唯一更不是第一 过去三任台空军司令黄显荣 李天宇和刘桂丽都曾使用过类似的婚礼策划手册 只是形势没有雷玉琪那么夸张 事发后台访务部门也立刻下令 未来任何长官办理婚仓喜庆都不可再动员部署协助 任何军职长官也不可以再发红白席帖给下属 甚至是有厉害关系的当事人 最在意连结的马英九对公司不分的军中漏袭 无法再忍耐 动手拔掉雷玉琪要彻底改变类似的排场文化 就在雷玉琪为儿子娶媳妇办豪华婚礼的同一天 马英九办公室幕僚张王浩与台东县议长饶庆龄也举行了婚礼 并且邀请马英九证婚 两个人都是没开二度 不过他们的婚宴却极为的低调 挑在某大楼办外汇 宴会之后还有国民党务主管到附近买快餐 笑称当时根本就没有吃饱 有国民党证人士说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吴敦义曲 而媳妇也没有大肆张扬 这是最基本的政治常识 此外国民党文传会主委苏俊斌 2008年底结婚时 习帖刻意采用了环保铝箔包载质 婚礼也是不收礼金的 完全符合马英九团队的风格 而台考试机构负责人关中 在被记者追问对雷玉琪高调曲儿媳妇有何观感时 也感叹很多政治人物出问题 就是因为公私不分 他表示子女结婚就算是家事私事 只要家人至亲祝福就够了 身为公务员就要受到很多的束缚 位更高 有更多事就不能做 台空军援司令雷玉琪取儿媳妇大动员官兵 严重违反了马英九上任之后的连结宣誓 那么事实上在陈水扁时代 台当局供器私用就更加严重了 甚至还特别设置了为陈水扁的子女结婚服务的工作小组 任务包括布置婚庆场地 宾客邀请接待以及礼品赠售相关事宜等 堪称是公私不分的代表 台空军前司令雷玉琪之子曲媳妇大举动员官兵 严重违反马英九上任后的连结宣誓 事实上在陈水扁时代 陈水扁就曾为了阿扁子女结婚 特别要求扁伴协助办理 领导人子女婚庆工作小组设置要点 小组由扁伴副秘书长担任召集人 任务包括布置婚庆场地、宾客邀请接待及礼品赠售相关事宜等 堪称是公私不分的代表 当年陈志忠风光取妻 重量级政商人士静香到场 陈水扁家庭虽然曾公开表示不收礼金 但事隔多年扁家海外洗钱案爆发 检调查出包括袁大马家、中信姑家以及旺海等企业 都曾经赠送陈志忠夫妇不菲贺礼 包括18万美金、钻表、钻戒等 马英九上任后 领导人子女婚庆工作小组设置要点已从马办网站上移除 马办发言人罗志强强调 马英九对自己和家人的事向来一切从简 公司分明 不会动用公务资源处理家务私事 奋计向来清楚 此工作要点绝对不可能使用 好的各位 下面马上带您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我们一起来听听台湾的嘉宾 他们都有哪些观察 张磊时间交给你 好的汉者 今天来到我们台北演播室的是 台湾的时事评论员黄川夏先生 川夏你好 张磊好 大家好 这次台军方的雷玉齐上将 因为儿子的婚礼 马上被马英九在24小时之内撤职 然后是调到另外一个不太重要的职务 你怎么评价马英九的行为 其实基本上我对台湾来讲 尤其认识马英九人都完全的理解 这个是马英九的底线 马英九有时候在做一些公共决策的时候 有点迟疑 有点迟缓 但是这个道德界线 我们都知道的话 他绝对无法容忍 就是他的底线 这个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 我们知道说 像马英九的父亲过世的时候 那时候他台北市长 也是国民党党主席 总共在台湾的话 最有名的就是七万四 七万四千元新台币 就是在公家的殡仪馆火化 火化完毕之后 用公家的骨灰坛 放在公家的铃骨塔 总共只七万四 就你看出马英九的性格 他对于铺张奢华这件事情 所以今天这个雷上将 碰到马英九 我们完全的 不立刻道歉 自行处分 也许马英九还顾点人情 还在那边拖拖拉拉 包含高华柱 都还在那边想要以拖待变 我们知的人 应该这样讲 这个雷上将大概就到此为止了 而高华柱这件事情 也会在马英九心里留下一个阴影 因为跟马英九接触的人都知道说 开什么玩笑 这种事情马英九绝对正路 而且你没有立刻的自我认错 马英九是绝对不可能容忍的 而且我看到雷上将这一次 不光是违反了柬埔节约的 而且还是公私不分 对 公私不分更严重 以前他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我结婚的时候也请他来了 那时候我和我太太 当时有十年前 那个台湾流行 去爱琴海布蜜月 所以我和我太太就去爱琴海 我们就买了几个纪念品 小时高 那回来的时候就觉得应该谢谢他 我们就送到他 他是你的生活人 对 他的第一句话也是问 多少钱 因为他有规定 公务人员不能抽超过新台币 三千元以上的礼 我刚才讲十欧元 他哪上拿起笔来计算一下 四百块新台币 可以才把它放在桌上 没有超过三千块 对 所以这是 对马英九来讲 他不只是铺张浪会 然后你不能用你的公职务 超越 所以包含是任何一个事情 就是说公司要分明 那么台湾的考试部门负责人 关中也说 作为公务员 位置越高 就有越多的事情不能做 那你怎么看 关中的这句发言 我们也许说 跟大陆观众介绍一下 关中的位置 有点像在古代 就叫做礼部尚书 文官的首领 文官的那个纪律上的负责人 和他们文根资格的负责人 他不是实际带领的 但是他就是礼部尚书 那礼部尚书 他关中是跟 我们知道说马英九身边 我们常常讲 他有两把刀 一个叫做 关中呢 他因为姓关嘛 所以关二爷 他叫关大刀 然后金普通叫金小刀 那关中其实就 非常代表马英九的个性 是马英九的心腹 所以现在官员出了这种事 以礼部尚书 这样一个身份的人 出来讲话 其实是代表马英九 重申 你们要不准以私害功 你们要简朴 所以关中讲这个话 其实是帮马英九 讲这样的一个 三令五身 如果再有官员 再像这个雷上将这样了 不长眼 恐怕 到时候就不需要马英九 震入了 关中这样就会 从他的职权里面 亲自帮马英九处理 就直接把公务员的 考纪法拿出来了 对啊 好的 谢谢川家兄 精彩的分析 向我把时间还给福州 好的 谢谢黄先生 在台北演播室的点评 各位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台湾高等法院更审 陈水扁家族所设公务纪要费案 今天首度开庭 陈水扁在律师的陪同下倒庭 当媒体问及陈水扁的健康状况时 陈水扁完全不理会 而陈水扁的委任律师石一林则表示 御方已经在上个月安排医生 帮陈水扁做了三次的身体检查 也强烈建议让陈水扁保外就医 另外陈水扁的儿媳 黄瑞静日前在高雄快乐联播网 担任节目主持人 曝光度大增的他 近日又接受了媒体的专访 在专访中表示 他希望有四个孩子 最好是两男两女 他也曾跟陈志忠讨论过这个问题 但是陈志忠是学者型的人 个性很怕吵 说不要生太多 说他32岁了 没办法生那么多个 对于支持者要他选民代的建议 黄瑞静表示选举很累 他也没有从政从事公职的打算 好各位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进入香港民意下节提示 台财政部门发布债务讯息 台湾民众平均美元负担债务 二十元四万元 几台币 台中旅展推百元 辅代特会由民众大台长龙 抢好康 好各位 欢迎继续关注东南卫视海峡新感谢 台财政部门 今天在网站以及电子广告牌 发布债务讯息 截至去年十二月底 台当局一年以上的债务未长余额 有四兆四千七百三十五亿元新台币 短期债务未长余额 两千四百亿元新台币 也就是说台湾民众平均每个人负担债务 就有二十点四万元新台币 面对压力 更多人选择经济的方式出行 在台中举行的旅展上就来了不少响 趁着年底假期出游的民众 他们大排长龙 为的就是要抢到只要一百元新台币的福袋 赢得各种各样的优惠旅行套餐 天气冷嗖嗖 台中十度低温 旅展上修够 穿着少少动的双脚频频发抖 天气再冷三四百人排队 还是要来抢买福袋 福袋里有鸡的图案代表可以闯第二关抽最大的十个奖 十字鸡身上各有不同的奖项 不管地上到处都是鸡屎 这位年轻的上班族抓到一只鸡 记上保了幸运号码 他只花了一百元就可以飞韩国首尔 另外在江华这也在抢福袋 江华九十九元买福袋 福袋里面号称都是价值两三元的毛毯 卫生衣和内衣 活动开始五六百人冲啊 你这混乱中有人跌倒 为了抢便宜 民众动作还是得快很准 年底假期台湾除了旅游市场火热 各种春节商品也是很热卖啊 今年各大妈祖庙纷纷是推出了限量的新品抢占市场 包括更加可爱的Q版公仔 以及走实用路线的妈祖公仔笔 预估全台商机达到了六千万元新台币 而今年在苗栗竹南举办的台湾灯会主灯 也是抢先曝光取名玉兔城墙 跟十二年前相比多了科技感更加讨喜了 三 二 一 启动 台湾灯会主灯亮相 玉兔手捧金元宝象征财富聚集 这座兔年主灯会发射LED七彩灯光 跟十二年前比较起来 多了科技感更讨喜 二月十七号 元小姐当天会在苗栗竹南跟大家见面 至于今年的小提灯是这个飞天兔宝宝 就像搭着降落伞的小兔子 头戴户附近身上还有蝴蝶蜜蜂跟花朵 开心跳跃 这妈祖的春联要送给我们的信仗 看准春节妈祖商品热销 松山慈幼宫今年准备五千张Q版妈祖春联 免费送给信徒保平安 全台各大妈祖庙也推出改版公仔抢士 像是苗栗竹南龙凤宫 Q版妈祖准备六百个 连同护卫的千里眼顺丰额也有Q版公仔 至于彰化鹿港天后宫走实用路线 妈祖公仔纪念笔 花六百块点灯就能拿到手 预估新春期间开卖 全台妈祖公仔商品商机上看台币六千万 好各位接下来我们带您进入今日链接 来了解一下今天台湾平面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 张磊 好的汉者 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昨天正式成立 那么今天台湾平面媒体都围绕这个事情 进行大篇幅的报道 那么报道的这个焦点呢 就在于经合会的它的意义 它的作用它日后的运行机制 那么来看旺报的头版头条 两岸宣布经合会成立 那么呢 旺报特别指出一点 就是经合会的成员代表都是两岸的官方代表 这是不是意味着两岸经贸协商 正进入准官方对准官方的谈判的这个时代 那我们再来看联合报 那么他是认为两岸经合会的成立标志着 两岸的经贸进入常态协商的时代 两岸经合会的台方首席代表梁国新指出 在3月12号之前 经合会就会进行第一次的例会 那么以后呢 会采用一次在台湾 一次在大陆 这样常态的协商方式来进行协商 而在经济日报的话题版 它特别指出 经合会成军 ECFA四协商加速 那么就说出了经合会成立的一个意义 就是在这个经合会成立以后 ECFA的货品贸易 服务贸易 以及投资保障 以及争端解决 这四大协商都有望能够加速 除了两岸经合会昨天成立之外 那么两岸之间还有很多产业合作 也正在浮出水面 来看今天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 三大产业抢进十二五 那么这里面就提到了 两岸有一个搭桥专案 也就是产业合作的一个专案 那其中呢 有一个重点 就是三大产业 包括LED照明 无限程式 食品和物流将进行 两岸产业合作的先行试点 LED照明的试点城市是在厦门和广州 厦门是新建的22条次干道马路 而广州呢 是地铁的一号线 那么这两个城市会有五万多盏的 这个LED照明灯 这个由两岸来产业来合作 这三项产业 LED照明 无限程式 食品和物流 加起来的这个引发的商机 是大约在数兆元新台币左右 好 最后我们来看 昨天工商时报专访了 台湾海基会的董事长江炳坤 来看今天的焦点人物 银韩国 江炳坤说 两岸应该先自由化 那么工商时报专访江炳坤 江炳坤就坦言 需要在未来的两岸经贸谈判当中 考虑全面的自由化 也就是说 两岸之间的经贸往来 需要做全面的开放和全面的零关税 因为全世界都在往零关税的方向来走 而台湾最大的贸易竞争对手 韩国 他已经和欧盟 美国 东协 这三个最大的市场 签有了自由贸易协定 所以台湾不能再固步自风下去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台湾平面媒体的一些关注和报道 先把时间还给福州 韩哲 好的 谢谢张磊 在台北演播室带我们一起来关注了台湾平面媒体 今天的相关报道和评论 各位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一起进入香港名医 下节提示 2010台湾十大焦点展播 今天为您播出 陈世辩 胡胡音龙谈 后地弊案 及陈敏区买官案 三审训验路线服刑 中华台北代表团 在第十多节广州亚运会上收获水单金 台湾五都选举维持 北蓝蓝绿局面 连胜门选前之夜 遭枪机 下期内容 稍后为 好的 各位 欢迎继续关注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 由福建东南卫视联手福建省社会科学院 现代台湾研究所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台港澳所等学术权威机构 以及中国台湾网 腾讯网等主流门户网站 共同推出的2010台湾十大焦点评选活动 正在进行当中 今天我们为您展播的是 陈水扁夫妇因龙谈购地弊案 及陈敏区买官案 三审定验入监服刑 中华台北代表团 在第16届广州亚运会上收获13斤 以及台湾五都选举维持 北蓝南绿局面 连胜文选前之夜遭枪击 我们一起来关注 2010年11月11号 台最高法院对陈水扁夫妇龙谈购地案 及陈敏区买官案三审宣判 龙谈购地案中 陈水扁夫妇分别被判刑11年 前101董事长陈敏区给款部分 两人各被判刑8年 12月13号 台高等法院裁定 陈水扁应合并执行17年半 并可罚金1.54亿元新台币 吴淑珍和陈水扁刑度相同 该终审判决为陈水扁夫妇受控的这两宗案件 画上了句号 12月2号下午 陈水扁正式由台北看守所 以往台北监狱服刑 成为首位服刑的台湾地区前最高领导人 入狱后 陈水扁的名字被编号1020替代 而随着最高法院着手其他案件 陈水扁夫妇的刑期可能会更长 2010年11月12号到11月27号 第16节亚运会在广州举行 本届亚运会中华台北体育代表团 由560人组成 其中运动员397名 参加亚运会32个项目的比赛 中华台北队在软网 华轮溜冰等非奥运项目上表现不俗 取得13枚金牌 16枚银牌 38枚铜牌的好成绩 金牌数排名第7位 这也是1998年曼谷亚运会的19金后 中华台北体育代表团12年来取得的最佳成绩 台湾五都三合一及市长市议员及里长选举 2010年11月27号举行 此次选举所设五个城市 在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非常重要 因而备受关注 选举结果 国民党拿下台北新北和大台中三席 民进党则拿下大台南和大高雄 台湾继续维持北蓝南绿局面 选前之夜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长子连胜文 在台北线议员陈红元的造势场合遭枪击 子弹贯穿颜面颅骨 紧急纵医治疗 索性无生命危险 但现场一名民众遭波及身亡 涉案男子则被当场逮捕 绿营指称 枪击事件影响五都选举结果 蓝营则表示 对枪击事件没有进行政治操作 好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香港 1月6号 香港电影资料馆十周年庆隆隆重举行 导演张爱佳杜琪峰等人到场请贺 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栏目香港记者发回的报道 香港电影资料馆十周年 致庆酒会集典礼于1月6号在香港举行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署长冯成书仪 导演张爱佳杜琪峰主理了开幕里 杜琪峰肯定了电影资料馆存在的价值 令电影对时代的记忆能保存下来 生活里面的点减值 都会不时间流露在 我们每一个不同的导演 每一个不同的电影的作品里面 资料馆存在的价值 做电影 就是我自己来说 更加会觉得 我们将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张爱佳导演肯定了 十年前的香港电影的国际地位 前十年我觉得香港电影的光彩是闪耀在全世界的 它有它独特的一种风格 虽然它是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地方 它自己产生它自己的一种某种的一种电影的一种魅力 开幕式后 电影界人士参观了电影资料馆特别举办的 星光流转景焕情侦展览 展览展览出了周润发 肖芳芳 迪龙等明星在不同影展中所获得的讲座 还有甚少曝光的馆藏明星照 香港电影资料馆在2001年正式启用 它在保存及修复影片的同时 积极举办各项专题展览 放映老电影 与电影观众一起分享香港电影文化一日场 东南卫视马一家香港报道 好 下面要再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张玲 你在台北还有没有观察到其他的讯息 要和我们共同来分享的呢 好的 韩哲 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是农历新年了 不过很多台湾的民众发现 市场上的年货似乎比去年贵了不少 那么根据台北市商业处的统计 今年台北市的这个年货物价指数 比去年上涨了大概13% 其中涨幅最大的年货呢 是墨西哥车轮暴雨 还有鱿鱼丝 这两项比去年上涨了大约一倍 那么上涨的原因呢 是因为全球气候变迁 以及大陆对于高价年货的需求也增大了 所以呢 有点供不应求 但是像香菇 金针菇 花生 瓜子 糖果 干货 这样的这种居家必备的商品 今年的价格还是跟去年差不多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台北演播室的全部资讯 下面把时间还给福州 韩哲 好的 谢谢张磊来自台北演播室的报道 各位 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好了 各位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你晚间的收看 如果您想要和我们东南卫视所有的主持人有更多的交流 就可以登陆到我们的新浪微博 我是韩哲 和你晚间十点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